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主要内容是 明星冷知识20条,周杰伦爸爸没有打妈妈,刘德华真名就是刘德华 小编提醒,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添加小铃铛 周杰伦的爸爸没有打他妈妈 在周杰伦小时候有一次,父亲用数万元存款去做生意 却发现自己被骗了,让这几万块打了水漂 之后父亲亲情非常不好,喝得大醉回家 母亲说了父亲几句后,父亲大动肝火 随手拿起周杰伦最喜欢的玩具,脸摔在地上摔碎了 并把在身边的周杰伦,推到在地甩眉而去 然而周杰伦父亲,确实没有对母亲进行家暴过 八,我回来了写的也不是周杰伦家庭内部的状况 周杰伦在专访中曾成亲霸 我回来了的灵感,只是对社会上家暴现象的感慨 并非只设父母间的状况 父亲方面的亲戚也曾质疑过他 他还为此向亲戚们澄清,为此误解抱歉过 周杰伦与父亲周杰伦,刘德华的真名就是刘德华 不是刘芙蓉,在刘德华五,六岁时 经常与姐姐们在父亲的小吃杂货店里干活 当时负责写菜名的他,为日后写下一手好的毛笔字,奠定了基础 刘德华在就学阶段曾举学名为刘芙蓉 刘芙蓉只是学名而非本名 刘德华就是本名,他本人曾亲口公开澄清此事 且刘德华到无限报名录议员剧练班时 黄日华坐在大门口负责发放表格 当时刘德华心里就想,连发表格的小公也这么帅 自己就更不用考了 一直等到考进剧练班他才知道 原来当日这个发表格的小公,其实是高他一般的师兄 而刘德华本来对写剧本当导连很有兴趣 还曾经写过一个讲,少女问题的剧本 拿过比赛冠军,在最初进无限议员训练班时 他也打算往导演方向发展 最后是被一位训练班的老师发现了他的前置 叫他去当演员,刘德华才走上了演员这条路 刘德华与黄日华,荣佐尔曾因不够漂亮被解约 1995年,他于VV Echo KaOK大代中赢得金奖集正宗唱片歌手回约 于一年特出首支单曲 第一次我想醉,但一曲推出后 并被公司高层黄摆高以卡不漂亮唯有解约 汪涵自己点穴,小时候汪涵身体很不好 曾经两度休学,那时汪涵经常发高烧 而当时汪涵非常迷少林寺 想到而为自己点穴治病 结果点到自己吐血差点因此丧命 百度百科说的,古剧机的特别宣传方式 古剧机在2019年宣传演唱会时,没有举办记者会 相反他用这笔钱来租用了25辆小巴 免费请市民乘坐,分别是上环翅拳弯,即旺角至大步两条线路 古剧机更不排除会突击现身小巴 张基宁的名字其实不是这个宁,其名的宁正确为一体字连 新,人,发音同名,名,因一般电脑输入不易 张基宁本人认可用令代替,依据此点 只有本事性事实,令发明音令,其他发音同名 由于限制仅存在小学点击中,十分罕见 浏览器需支持UNICO拓展地区字形才能显示 苏有鹏的名字不是来自于,有鹏于远方来 苏有鹏与他母亲的农历生日同为中秋节 因此取名有鹏,家中有两个月亮的意思 尚文杰是法语翻译,还曾翻译法语小说 2001年,考入复旦大学法语专业 通过一年时间,就把大学期间的法轮课程全部修完 大一期间,他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大学生法语歌曲大赛 取得了全国第二名的成绩,并因此获得了游历法国的机会 在校期间,他不仅获得了国家奖学金 还创办了文杰法和语言培训服务中心 并申请到了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 此外,他还多次出席上海国际电影节法语电影专场 担任主要翻译,2005年4月,出席第二届法国影展新闻发布会 担任法国电影联盟中华区首席代表白男的法语翻译 2008年翻译法国小说《林先生的小孙女》 有萱萱的地方就有绑架发生 自1994年来,无论是苦装,现代剧还是电影 萱萱的角色全部作为人质被绑架了一通 被挟持的武器更成出不穷,甚至包括人出品 当然每次都因为主角光环而安然无恙 截至2012年,萱萱曾经在24套剧集中被绑架了25次 堪称存活率最高的任志王 甚至被戏言有萱萱的地方就有绑架发生 到了2017年,萱萱终于在回归香港无线电视台的 不懂撒娇的女人终没有被挟持 然而之后的《使徒刑者2》便发生了她的第26次被挟持 1994年,餐餐有宋家被圆猪笔挟持 钱富珍怕猫,爱动物的田富珍曾多次在访问中表示 唯独对猫有恐惧感 2011年访问,我常梦到被猫抓伤而吓醒 2013年拍摄MV时也曾被路边的猫吓得当场大哭大叫 2016年拍摄《灵魂伴侣》MV时 在车站看到猫咪站长,再次提及怕猫的事情 F.H.E.贵出道时的英文名,Celina,蒂布和Ella 这三个英文名是出道后 公司为了凑失三个英文字母而取的英文名字 出道之前,蒂布英文名是Neta,Ella英文名是Walter 而Celina的英文名是Cola,王祖兰是荣祖儿同学,陈奕迅亲戚 小学时就读基督教香港信义,惠马鞍山信义学校 与香港歌手荣祖儿为同班同学,曾因在拍鱼拍摄寻根节目时 发现自己与陈奕迅是远房亲戚,张学友是娱乐圈最后一个好人 张学友为人随和,海派,圈中好友众多,李思松,灵溪两人免费为他创作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作为他的结婚礼物,因类和蔼可亲 所以又被大家称作好好先生,张学友一多次被朋友描述为重感情集中意气 曾资助好友柯寿良完成飞跃黄河的壮举 梅艳芳的哥哥在2003年梅艳芳逝世后表示 梅艳芳大部分的医药费,均由张学友秘密店附 台湾娱乐节目匡西来了主持人蔡康永也曾表示 凭其直觉张学友是最不像明星巨星 他访问过的最披进生活的巨星 郭树成亦曾经表示,张学友是娱乐圈最后一个好人 李克勤的偶像,李克勤求决时 其他男同学的偶像多是日本当红女艺人 其偶像是麦当劳叔叔和谭永林 远永宜的警察是家,他自小在警察宿舍长大 父亲,姑妈,姑丈,叔叔,表哥等亲戚均是警察 警察是家早就袁永宜率性的性格 也习惯了多管闲事 从小在纪律部队造就了他对准时非常看重的性格 曾经因为导演王晶到时间不放人 而对导演发火的事情,让当时还是新人的他 获得了一日暴章头条 沈腾软的原因,沈腾在上大学的时候 父母在附近开餐馆陪读 父母非常勤劳,当年在学校外面开餐馆的时候 就连宅菜这些活,沈腾的妈妈都要自己动手 怕别人干不好,沈腾提出帮忙的时候 被母亲轰到一边让歇着去 于是沈腾自己都说自己懒 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 这毛病的形成也是和他父母有关系的 刘青林差点措施了入行的机会 刘青林报考议员去练班时,还是个邮差 而且他只是抱着仪式的心态 他说以自己的样貌是不可能被取入的 但经过几次的面试后,他被口头取入了 但需要等正式信件通知 经过一段时间,仍没收到信件的他 主动去追问结果 那本来不是他的性格作风 可那次却神推鬼使的打了次电话 得到的答复是取入信件早就寄出了 而那天竟是最后的回复期限 瑞刘青林当天没打出那个重要电话 大家就可能永远都欣赏不到他的精神演技了 吴梦达会闽南语 吴梦达为厦美闽南人 闽南语为其母语 在台湾拍戏时,与演员、工作人员以闽南语沟通 让剧组人员大吃一惊 周迅穿200元的裙子 在法国领奖 周迅获得奖座巴黎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时 一人前往巴黎 一五领奖经验且不知该准备什么 一时在当地街上 买了折合人民币 约两三百元的衣服 当作领奖服装 沈联霞是红岁第一位乘客 1972年红看海底隧道通车 沈联霞乘坐一辆老爷车驶坡隧道 成为红看隧道的第一位乘客 为你推荐 请你二听到王清讲这段话 我忍不住哭了 仅仅为讨好而衍生的喜剧人格 隐秘了角落 朱永平让我想起 自己的父亲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 添加小铃铛不迷路